会有地震 地震 好可怕 那我的房子该怎么办 别怕 投保住宅地震险就有基本保障了 要记住哦 有投保的房子若在地震后悬损 就要马上跟保险公司报案 申请理赔哦 好 这样我们的家就要保障了 住宅地震险 守护宁家人 您现在收看的是 电通财经台 接下来 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财竟在运通 全国同庙 大家午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盘中即时解盘节目 来到你我香味三十分钟的一个心 面对台股依然是一个整理架构 不需要如何操作 不需要如何布局的 把每天三十分钟的即时解盘节目看完 对你面对一个操作一定有正面的帮助 台股今天目前跌十六点 成量只有五百多亿了 所以整个盘子还是一个整理架构 让它晃 该来行情以后才会有长线的一个所谓万点行情 目前没有 所以我们对台股的分析 尤其大盘的一个看法 一定要给同样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正确概念 而不是每天告诉你说这盘要攻万点 赶快来参加我会员 没有意义 客观准确的分析 对每位同名的一个操作才有正面的帮助 台股从九千二 我说会开始长时间的整理 真的啊 整理的快一个月还在整理嘛 没有错啊 所以我们一个策略其实很明确 既然是整理盘 该怎么布局 当大盘击杀 站在买帮 对大盘只要敢盘中击杀 有些个股 它的一个强势性 一个机优性的个股的表态 会给予你得到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选股方向 有时候大盘击杀 你比较容易买到强势性的机优股 你比较容易赚到钱啊 包括今天台股呢 盘中早晚跌了66点啊 我们也是有经常买股票啊 而且买了马上感觉不错耶 现买现赚 所以整个一个 目前台股的一个结构 很多人认为好像不会动 所以股票应该都不动 那不是这样呢 那盘是一个加权平均的概念 一千多档股票 加权的一个平均的 得到一个指数嘛 所以才叫加权指数嘛 那指数不动 那一定是有些股票比大盘强 有些股票比大盘弱嘛 那你当然是要买比大盘强的个股啊 难道你要买那些比大盘弱势的股票吗 所以现阶段的一个台股指数空间虽然不大 但是个股的表现差异性还蛮大的 你要选对边 你要懂得太弱劳强 你才有机会翻身反败为胜 这是已经讲了快一个月的盘式的看法 到今天为止都没有改变啦 所以目前的一个台股 就在晃 那晃动的过程当中 我们选的股票 有量有价 好进出又好赚 真的是这样啦 这一档神奇8月17号 第二季营业率 连产长五成一个机油股嘛 一万多张的新天亮 8月17号 这将近两万张耶 一万九千多张啊 有量有价 好进好出又好赚 要不要买 量先价型的概念嘛 竟然还有高点 8月17号的一个神奇 25.7买 浓至低筹码又稳啊 25.7附近买啊 10.07分 保镜率买得到啊 当初价位25.6啊 你去对此对价嘛 所以8月17号的神奇 就买在25.7附近 买了当天 涨了9.5% 8月17号回档了怎么办 回档了是早卖点吗 我告诉你早卖点嘛 所以当他开始在下压的过程 你会看到我给你一个正确的方向 指数股票到底要涨还是要跌 分析师当然要给你明确的看法 而不是模拟两个啦 好像多空都要包嘛 讲得适适而非嘛 那不较爪啦 我直接告诉你 当他跌下来的黑K棒 回到早买点 不是早卖点啦 看了一档股票后 是才会这样分析嘛 所以8月17号 如果这半根停板 你没有赚到的 怎么办 第二个 买点要记得跟 而且要跟紧一点 盘中的买卖点稍纵即逝 我希望我们的动作 你可以全程来掌握 所以当8月20号 大盘盘中是不是跌了105点 这一天啊 8月20号 大盘 盘中跌了105点 本波段低点 看到了8928 你没有下去买股票 整理盘 急沙早买点 8月20号的一个生机 当然要买啊 这一天没有买的 这一天 另外20号这一天 当然是次加的买点啊 是不是 会员有先来后到啊 所以我们对全体会员的一个照顾 同等的一个对待 新经会员 不要怕没有低点可以买 只要一档股票会涨 下来我就带你承接 所以22号的一个成机 平板以下就买 26.3就买成机啊 平板以下嘛 当天大盆急沙嘛 跌了105点啊 赶快成机啊 低接 低成本 低风险嘛 是不是 所以我们给你的预告 早买点 我会做出执行的动作 讯息也给你带到 这叫逢低成机 我23号 27的一个成机 我还在加吗 上礼拜四就开始大涨了 5.5%了嘛 是不是来到波段高 对 哪一位会员跟着买的 没有赚到钱 上礼拜我又不动了 卖要不动啊 我没有多起来 我告诉你卖要不动的意思 代表它还会再涨吧 这样够清楚了吧 所以你看到 当神机 这档股票的一个架构 不动 回档 我告诉你可以低接 我告诉你还会再涨 有没有讲对 有没有讲对 不是每天都在分析大涨涨一样的股票啊 要分析大涨涨一样的股票太简单了嘛 电脑爱爱每天都有啊 但每天介绍股票如果都不一样 那种分析 你觉得 是你一个迹象吗 我们电脑介绍的个股 当然都是会有你的持股啊 就是因为都是会有你的持股 所以我们才会不厌其烦的 一直在追踪嘛 所以你看到神机上礼拜五嘛 卖要不动啊 真的不动啊 从这边长到这边了嘛 长了十几%了嘛 二十六号上礼拜五 卖要不动啊 所以持有神机的 听到我这样讲 你就更勇敢抱下去嘛 没有错吧 持有的人不想卖嘛 所以我告诉你卖要不动嘛 那你看电视 有看到这一句话的 你应该也不会卖吧 是不是这样 股票没上当时 你已经发生问题了嘛 你会想说 要不要先跑一趟嘛 我告诉你要先跑一趟嘛 卖要不动的神机 有没有连涨三天 连三红 包括这里拜盘中跌了104点 神机红K棒不跌 昨天 有没有红K棒 今天有没有继续红K棒 讲完都会逐一的让你印证 所以每一档个股 第一个时间的一个进场点 好好的来跟啦 上礼拜我卖要不动的神机 到昨天礼拜 是不是再创破段高 今天礼拜三 是不是又继续走高 那不是很漂亮吗 这张股票的一个成交量 足以让你100张200张 或是你喜欢499张靠进去的人 好进好出 当然也会很好赚啊 因为涨势你看到了嘛 对不是碟势啊 对碟势的股票早就提醒你要卖了啊 对像这一档热声早就提醒你要卖了啊 我不是今天才提醒你啊 游戏股 游戏股的概念 其实在我的脸书社团 在一个重要的时间点 我们会给你带到 不是只有热声啊 包括宇峻啊 网龙啊 包括星象等等 这些股票 其实在8月中旬 我在我的脸书社团 就跟我们社员交代过 不能碰 这种股票已经落势了 赶快卖 好不好 等一下我再把资料拿出来 跟你做分享的一个动作 那台股今天跌30 1点左右 成交600多亿 预估量人700 那预估量既然只有700左右的一个成交量 他就是在整理 整理不是说一定是会跌啦 那既然是整理盘 大盘击杀 我就会想买股票 这我不变一个策略啦 希望每天这30分钟的即时解盘内容 对你每天的操作 都是产生真面的注意 这一档原态 你看一下8月23号 领先大门创高 这叫强势股 基本命又那么棒啊 7月印收纪念度新高耶 没有错吧 是不是强势股 新天亮 还有新高价 没有错吧 这新天亮是4万多张 你看我介绍的股票不是400多张耶 所以你喜欢100张的 200张的 或是喜欢499张的 买得到 当然也卖得掉啊 更何况它是目前一直往上垫高的 一档机油性个股啊 8月23号原态 要不要买 亮线价型的概念还有高点嘛 23号原态 22.3买 22.3买 买了之后24号 再创高 来到24.1 特定买盘再买 上礼拜五有利多消息公布了 最高24.7 那有利多消息公布的一档个股 当然短线上 不会是你追逐的一个时间点嘛 这种简单的一个操盘 新法 其实大多数朋友都应该可以认同啊 你有这样的经验 应该很多次了吧 看到报纸上一档股票利多 如果你当天去追 通常会不好啊 所以8月26号上礼拜五的一个原态 有利多消息嘛 那代表我介绍股票真的很机油嘛 才会出现利多 在上个礼拜五26号嘛 有利多短线不要去追 但是回档下来可不可以买 回档下来可不可以借入 这礼拜 大盘是中错了104点 我说原态没有走落啊 所以上礼拜五不要去追嘛 提醒你啊 有利多你干嘛去追 那下来可不可以借 一档股票如果没有走落 可不可以借 这就是一个重点啊 所以操作的一个层面 这一档原态 如果你上个礼拜五看到利多去买24.7的 跟我上个礼拜二的一个动作 22.3的 刚好差两块多啊 上礼拜五有利多是24.7嘛 我买2.3的嘛 那如果你买24.7跟我2.3的成本 是大概差了10%左右 对吧 10%啊 就是一根停盘的一个空间嘛 所以原态的一个最好的介入点 上礼拜二 对不是礼拜五啦 那第二个时间程的介入点 是礼拜一啊 大盘 盘中跌了104点嘛 原态没有走落嘛 最低23块钱耶 没有走落 各股可不可以逢低整结 我礼拜不是告诉过你吗 大盘击杀 就是布局股票 最好时机嘛 所以原态 既然礼拜一告诉你 来到23没有走落 第二次的一个进场点 接下来 昨天的原态 盘中是不是涨了4.6% 什么是讲在前面 让你印针在后面 礼拜一告诉你原态没有走落 礼拜二 涨了4.6%啊 昨天不是 原态的除息吗 配息0.478啊 今天原态呢 表现还不错吧 连续两根红鸡棒耶 怀孕员前职 差一毛就要过上礼拜五的高点耶 你有看到吗 所以我在礼拜告诉你 他没有走落 真的是来真的耶 不是真的要说一说耶 在他回档修正的时候 会这样分析一档股票后市的分析师 绝对是少数嘛 他没掌听板 他也没亮灯 但是我告诉你没有走落啊 你白耶嘛 结果呢 这两天 是不是连续两根红鸡棒 所以如何掌握一档股票 完整的一个架构 把最可观的财富 掌握在你手里面 需要帮忙的地方 真的不要客气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阿菲特 阿菲特 电查头顾蔡老师 运用阿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出家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蔡老师脸书社团成立了 不能说的秘密 好康的资讯都在里面 立即上FB加入 或扫描QR Code 咨询专线 02-22781-0909 2781-0909 阿菲特 阿菲特 电查头顾蔡老师 运用阿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出家专线 平了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意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破绝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能力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七米床 《祝福》中文字幕志愿者 《祝福》中文字幕志愿者 欢迎回到节目的一个现场 第二阶段时间马上开始 我们来看一下盘有没有太大变化 目前指数跌51点 盘是震荡 休息 整理 就让它整理 个股表现为止的一个盘式 所以目前来讲 选股重于大盘的表现 其实你不用太理会 指数的涨涨跌跌 它没什么会说马上 过9000二马上直攻万点 没有这样的情况 你说它跌很深 是一个空头 也不会这样的情况 你自己看就知道 从9000二这边开始 我说会开始限于长时间的整理 上礼拜盘中跌了105点 不是又拉高 那这里拜跌了104点 尾盘是收高 就在那边晃 那这个晃动的过程当中 把握住一个原则 太弱流强 太弱流强 今天弱势的股票 最弱势的股票是哪一档 大家都知道的嘛 热身啊 一开盘跌停 最弱势的啊 因为有利空消息 所以买股票 要买基本面 优质的才会有利多消息啊 今天31号 怀死干头 收购 热身破局 这有点 类似诈欺的行为啦 那这个有法律去解决 好不好 那我只告诉你 今天有利空 跌停板的 你已经来不及了 但是如果你是我会员 或是我脸书社团的社员 热身不会去碰 早就该逼开了 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脸书社团8月17号 我在盘中 有分析到游戏类股 很重要 脸书社团啊 你有看到吗 这一类 小瓜 那再次提醒投票 如果要加入我脸书社团 因为我们公司 有一个审核的机制 为了防止骇客的入侵 所以要加入之前 麻烦 秀出你的中文姓名 秀出你本人的照片 我们好做初步的审核啦 这是一个治安安全的考量 希望投票可以 稍微谅解一下 所以 在8月17号 这一天 我在盘中啊 而且是盘中 11点19分 我跟我们的 脸书社团的社员 做了一个交代 什么交代 今天整体游戏类股 偏向是弱势的 不可以随意承接 游戏类股哦 不可以接哦 包括之前涨了一波的 雨劲 网融 基本面不足以支撑股价 强涨 基本面 这种股票 涨了一波嘛 我说基本面不是那么好 不足以支撑股价强涨 所以呢 不要去乱追 不可以随意承接啦 所以另外7月份 已经提过的星象 其实星象我在7月份 就已经跟我们脸书 社团社团提示过了 这种股票不要去碰 因为它有一点形成头部的一个压力非常重 我在7月份就已经在我们社团讲过了 7月份 这种一看就知道了嘛 这是压力 遇到压力 遇到压力是不是要卖 所以7月份我星象已经提示过了 8月17号再提一遍 7月份已经提过的星象 再度破线走落嘛 持有者 要尽速减码 我是净速哦 我不是要等等看看哦 没有净速减码 热身 今天短中线的支撑都被跌破 只能卖不能接 你们看到 8月17号的盘中 告诉我们的一个社团社员 如果你手中有热身的 今天短中线的支撑都被跌破 只能卖不能接 8月17号 热身的股价 还在高档吧 算高档吧 刚破线啊 刚破线嘛 当时候最高还有107耶 开盘107啊 如果107你不卖 今天剩70.2 而且还卖不掉 对当今天一个收购案破局之后 热身不会只有跌一根停板啊 明天一定还有第二根嘛 然后看第三根 能不能打开而已嘛 所以如果明天后天都跌停板 你可以想象而知 它的股价 大概只剩五十几块钱啊 我们的提示是在 107嘛 100左右嘛 提示我们一个社团社员 破线就要卖 热身 热身 短中线的支撑都被跌破 只能卖不能接哦 807好 80下几天啊 当天没有锁死哦 你有没有看到 当天还留了一个下影线嘛 所以当天是绝对卖得掉的哦 那你今天就卖不掉了哦 你今天就卖不掉啊 今天是要抽签才 看你有没有那个运气嘛 让你卖掉啊 是成交量才 七百八三张嘛 挂跌停板要卖掉一万多张啊 你怎么卖 你怎么卖 这就是我一直在提示你的一个重点 选股一定要重视它的基本面 不要太投机 如果太投机 万一你的股票 基本面很烂 然后给你两三根跌停板 你怎么承受得住 对 所以我们希望 在这边提供给你一个见解 不管是强势股的一个切入点 或是弱势股的一个卖点 希望你可以达到一个太弱流强的境界 我讲了很久啊 整理盘太弱流强 太弱流强 太弱流强 买强势基本面的个股 如果是基本面的 没有成长力道的 形态转弱就卖 形态转弱就卖啊 所以你看到8月7号 这个分析真的很重要 当天一定卖得掉 8月7号热身真的卖得掉啊 它又不是一架锁到底 而且我是盘中就告诉我们的社团社员啊 所以我不可能带会员去买这种股票嘛 都已经转弱你还买 对 那点数社团的社员也是一样啊 该避开我带你避开啊 趋吉避凶 这是一个在股票市场上 你要做出的一个行动力 所以这一档宏达电影也是一样啊 一样是破线的情况 8月22号啊 破线就卖 没有错吧 我给你会员的建议 或者观众朋友的一个看法都很肯定 我不会多空都想包啊 这一档股票 如果怎么样可能会涨 这两档股票如果搞不好出现什么情况可能会跌 所以呢 你会听到无啥啥 莫中一世嘛 因为 因为如果是摇摆的分析师给你的建议就是多空不明嘛 但是我的看法我喜欢给你明确的答案嘛 8月22号红达电破线就卖啊 92就出啊 因为当时有新会员参加我的行业嘛 那因为他跟其他的分析师买在100多块钱的啊 那来告诉我怎么办 红达电 对已经赔了10几%了嘛 那怎么办 怎么办 我帮你处理啊 就是因为很多观众朋友 你对你一个既有的个股的问题 很多云南杂症都没办法解决嘛 才需要一位高明分析师来帮你解忧代劳嘛 所以呢 红达电 新会员 我当时有看到他们跟其他老师买在100多块钱的 那就卖啊 帮他们解决问题 少赔一点吧 20号上礼8.1啊 92要出啊 没有错吧 当时教育师92出 破线就卖啊 不卖他不是又下来吗 你看今天红达电不是来到82.1吗 对啊 这样不是差了十几%吗 帮他们少损失 就等于是 积点功德嘛 这也是一位分析师应该帮新晋会员做到一个责任 跟处理他们问题的态度啊 不是每天一直叫股票叫股票 对不对 那问题不解决 那 那有什么意义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今天你给台股 回档修正 盘中的击杀 当然 对很多同众来讲会觉得 嗯 拌下去 没什么行情 怎么没什么行情 怎么没什么行情 没什么行情 为什么神机 面对台股 对还没过9200 神机还能走高 还能创下波段新高 怎么会没行情 所以在这里 八一大盘 盘中是不是跌了104点 我找到一档股票 它是回档修正 来到这个缺口叫支撑 既然叫支撑就是买点 你八一开始买 利用大盘中作买 你看它基本面棒棒 七月营收年成长率高达101% 成长一倍 我选的股票品质的保证 绝对不会莫名的跌停板 好不好 所以整一个这档基础股 你八一进场 昨天 红K棒 打破 你有看到吗 是不是变红K棒了 你八一大盘几砂买 收脚指叠 昨天 红K棒 今天 一样是红的 稳稳地涨 你来跟我稳稳地赚 这个行情 幸能老师不会亏待你 有的人需要帮忙的地方 不要客气 利用一下广告中的资讯专线 好好跟我们现在 注意之后联系跟洽谈 幸能老师负责帮你解决问题 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 非切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之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阿菲特 巴菲特 运达投资 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信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速加专线 您的27810909 27810909 蔡老师 脸书社团成立了 不能说的秘密 好康的资讯都在里面 立即上FB加入 或扫描QR Code 资讯专线 022-27810909 27810909 阿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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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资 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信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速加专线 022-27810909 27810909 北都 PayPayNet 超纸优惠 双响炮 新时代光纤标榜